好 我們再來看到陳時中照片裡面的這張餐廳 其實是一間知名的樂士餐廳哲園 因為包廂的隱密性極高 加上了道地的美味料理 是許多鎮商名流與藝人聚會的首選 不僅這政治人物愛趣 藝人包括像林志玲 隨堂還有蕭雅軒都曾經到訪 甚至連日據天王牧村挫災來台的時候 也一定要來這邊朝聖一下 大沙公下鍋油炸 蒜頭要炸到酥脆 油亮火候也得控制好 大沙公與蒜酥一起拌炒 港式避風糖炒大沙公香而不由 老江人大沙公大火快炒 加入米酒 麻油和特製上湯 還有冰糖 蠔油等調味料 濃濃麻油香氣瀰漫 這一味蟹肉砂鍋菜 也是哲圓的招牌菜之一 師傅的巧思加了這個之後 口感就很脆 然後它那個綿密感 會讓它整個融合 其實粵菜在台北呢 哲圓算是一張非常亮眼的品牌 那他們主要都是以包生次度為主 不僅美食家大力讚賞 各大美食節目更是爭相傳送 因為這家餐廳真的不簡單 甚至一間包廂低銷就要8萬元 這家港粵餐廳不只吸引正商名流 就連非常多的藝人都很愛 但是牧村拓災還有林志玲 還有隨唐跟蕭雅軒都曾經來過這邊 隨處可見名人足跡再看看menu 滿滿頂級海陸菜色 鮑魚燕窩魚翅一網打盡 還有燒鵝掌片皮鴨與脆皮雞 滿足老頭味蕾 桌菜就要價2到3萬元 單點吃下來更驚人 甚至想吃也不一定吃得到 他的前身其實是由很多的廚藝團隊所組成的 而最有名的就是香港新同樂的廚藝團隊 移民包廂兼具隱私 也難怪會打響名號成為許多名人的首選 記者綜合報導 要做勇敢的蒲公林 所有風漂的安靈